有做刑事監視 在手機裡面的資訊都會被人 一解碼 你的往來對象全部遼如指掌 灌入資料庫 你跟他什麼時候見面 在哪裡見面都全部分析出來 所以你的那個人際網就掌握在手上 再加上布雷 布雷這也是有用的 就是說縣民 這要做這個基本工夫 這情報工作基本工夫 可以輕鬆 但是現在科技化 用這個資料庫 他的高檢署有一個統合資料庫 我跟院長去看過 那個非常厲害 所以為什麼後來我們棄毒的人口 會大量增加 跟這個有關 工具改變 所以你看他可以通過資料庫分析工具 破匯出毒品犯罪網路圖像 那個打在螢幕上是密碼線 然後你抓到其中一個 這個人的線怎麼出去了 馬上都能夠掌握 所以你看那個資料不斷的累積下去的話 這些 因為這些涉毒人口 再犯率是高的 比一般犯罪 所以只要抓這一個 那一個就會一樣會被鎖定出來 這樣就比較有機會溯源 什麼叫溯源 找到最後的狀態 最後的大盤 抓到前面的這些賣賣賭的這些小販 不夠 所以安居計畫就強化掃毒的能量 那一樣 社區全國毒品大掃蕩 區域聯防機制 也就是說現在那個所有的企毒量能統合在法務部的高檢署 減 井 吊 縣 海防 就是海巡署 海灣 光路 這六大的系統全部整合在一起 這個量能就加大了 我們現在安居計畫已經推到快第十波了 一波一波的推 你看這六大企毒的系統就是這樣做 那還有毒品 什麼村民營長的通報的系統 校園跟少年這個特別重要 校園有這村徽專案 輔導專案 回饋回來 出犯的這些涉毒的少年要通報校外匯 然後提升警方的加重比分 為什麼 毒品不太好救 我剛才講的 戒毒是重點 但是要戒得好不容易 優先救小孩 小孩的渴塑性高 所以怎麼樣把能量放在小孩身上 你這個毒品 抓到成年人跟抓到少年 抓到少年的獎比較高 因為希望能夠把少年救到 軍中也是一個重點 那怎麼跟軍中合作 各位 我們有所謂特定人口的那個驗毒 驗尿 軍中你若是放假回家 回到軍體院是要驗尿的 用這種抽驗的方式去查覺高風險人口 好 怎麼去整合這個毒品的源頭 國際的賭盤 賭盤 那走私的管道 新興毒品的製造工廠 這些全部會把它統合起來 好 那這第1個變相的氣毒了 校長學校有學生吸毒不講 他講的不好 但是我說你最好沒被查到 你如果查到不講的話重罰 因為你就是要把它找出來 你怎麼會把它蓋住 你把它蓋牌的話 這學生可能越來越糟糕 所以學校校長的責任加重 列為重要的 我舉個例 現在在在監人口 關在牢裡面的人 我6年前當政委大概6萬人左右 一半以上是涉毒人口 一半以上的意思是說 你把毒品移植好的話就會大降了 那現在呢 現在剩4成多 現在大概不到5萬人剩4成多 但另外一個人口成長 詐騙 6年前詐騙在1成 現在詐騙大概占了大概2成 所以詐騙加涉毒已經超過6成 今天為什麼要講打毒跟班詐 你打毒跟班詐做得好的話 治安會更好 包括9476.5公斤的毒品 是104年以來的兩倍 有人說越查越多 不是這樣看 你沒查這些都流入市面 查到價格變高 查到不敢靠岸台灣才厲害 所以叫做自習性的掃毒 所以那個掃毒進入社區 要有威嚇的力量 104年馬正五十幾的兩倍 人流你要抓到人啊 說人量病重 要抓得到人 那些毒品要扣得到 這些人新收人口 置犯運這些重罪的 不是稀死 置犯運 108人抓了8926人 10年來最多增加3成 金流以前都不扣錢 真的以前抓到人就算數了 就算成績了 新高是104年兩倍 物流人流金流都成長 看另外一個指標 新生人口下降 這個最重要 就稀食的人變少 在犯的人變少 這個池子就會變小 那就有可能一致 會越來越小 所以戒毒 這個量能是最重要 我們一投入4年100億 花在戒毒的錢很多 戒毒其實花不了太多錢 但戒毒很花錢 所以戒毒的資源部件比較不夠 所以我們怎麼樣的去補助相關的醫療院所 建立示範中心 然後發展轉整跟分流儲域 每個人吸毒原因不同 有些搞得排名有 有些不一定 那你怎麼樣去發展個人的儲域計劃來做 那你要你有地方要人才 你看這個人才 包括醫師 臨床醫師 心理治療師 社工師 職能治療師 現在各地都有毒防中心 本來法務不管 現在移給衛護不管 為什麼 毒防中心重點是要追蹤 這些稀釋人口 這些稀釋人口 如果能夠追蹤的好就很好 所以你要把這個人數增加 就要把這個資源放進去 品是到工業原料去 有個知道校企 校企不是毒品 我用這個舉例 校企有實用的 食藥術管 有藥用的 也會負責管 也有工業用途 你比如台積電用到校企 校企 因為我們毒教很厲害以後 小孩去用校企 校企也會傷害很嚴重 一樣 比照毒品納管 像這種方式把管道掌握以後 這幾個部位要分頭幫忙辦理把關的工作 郵包快遞進來來幫護署要管 走私當然就是海巡跟司法單位 好我們來看看一個一個來看 三道黃線 這個叫做柵欄式管理 可是那些過濾一樣 要是戰散過濾 每一層都有他的角色 把他這些擋住在最前面的是海關 那海關你要去抽查 抽查比例要提高 這是海關 食藥署在關口又有人 第一個他要公告私查驗的藥瓶 快速鑑定要趕快鑑定 然後必要時抽檢 抽驗這段關口 進來以後呢 你要把高風險的原料 要流向管控 要加強積核 那這個就等於要去抽檢 這些管制藥瓶 你到底有沒有用到正常用途裡面